一小八出時間來修祖安祐勝利 那我們可以播出時間來遵守安息聖日 願祝詩恩祝福我們大家 願神施恩祝福大家 報小弟兄民因無知日白夢祝我們大家賀上的勉禮 下午小弟兄民因無知而滅亡 作為大家的勉勵 我們一起來讀何西亞書 何西亞書第四章 何西亞書第四章 第六節 何西亞書第四章 第六節 何西亞書第四章 第六節 第六節 我的臉因為無知日 你別忘 你起到知日 我也在家起到你 讓你不在意 如果我做知事 你記不記得了 你信的律法 我也是在家不記得了 你的疑路 這段的這個經濟 這一段經節 神借著先知來責備當時的祭司 沒有好好的來教訓百姓 當百姓 當百姓沒有知識 不知道要來遵守神的道理 押神的憤怒 惹神的憤怒 神的憤怒 神的憤怒 臨到人的心胸 神的刑罰 臨到人的身上 如果因為 是這個 人的憂果 也是因為人的緣故 來提出到 這個 國家來不忘 以至於 使國家滅亡 這說起來 這是一個 讓人覺得 很可惜的地方 這是一件讓人覺得很可惜的地方 百姓竟然因為無地來不忘 百姓竟然是因為無知而滅亡 所以 這是 神接著先知來警告百姓 確實在歷史上面也是這樣子 確實在歷史上面也是這樣子 北朝以色列 最後被亞述國所滅 為什麼被亞述來賭去呢 為什麼被亞述滅國呢 因為百姓沒有來遵守神的命令 所以神的憤怒 所以神的刑法臨到他們的身上 所以 藉由外邦 藉由外邦 來 光家 來管教 所以 這也是讓我們做一個感慨的地方 可以成為我們的一個見解的地方 以賽亞書的第五章 在以賽亞書第五章 十三節 十三節 以賽亞書五章的十三節 以賽亞書的五章十三節 十三節 所以我的百姓因為無地就被漏去 因為 尊貴人 是不是 要過 觀眾 是不是 催大 這個警察就講了 這個經節就說到 神的百姓因為無地來被漏去 神的百姓因為無知而被掳去 所以 如果是因為無地不知道來敬拜神 如果是因為無知不知道敬拜神 不遵守神的命令 不遵守神的命令 不遵守神的憤怒 不遵守神的心想 以至於神的憤怒 臨到人的身上 說起來 這也是因為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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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 領導者 應該被負的責任 所以 我們最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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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個禮拜太魯閣號的一個火車的事件 因為一個人的這種疏忽 因為一個人的一個疏失 造成50人 造成許多人的一個傷亡 照理說 這個事件可以來比喻得到 照理說這個事件應該是可以被避免的 如果造成這件事發生的人 造成這個事件所發生的人 他在第一個時間點 他如果能夠先打電話 他的工程車已經在這個軌道上了 趕緊連絡電車的事件 趕緊的聯絡火車的一個司機員 讓他們可以先來應變 可以事先的來防範 照理說可以讓這個事情能夠避免掉 照理說可以讓這個事情能夠避免掉 拖了很久的這個時間 拖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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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代替的幹部局的幹部的人 才打電話給這個拖掉的工程的人員 已經失去可以挽回危機的一個時間點 因為沒有這種的地式 因為沒有這樣的知識 應該在第一時間就能夠判斷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 這個車子如果沒有把它移開 造成很大的一個傷亡 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傷亡 但是因為沒有這種的地式 因為他沒有這樣的一個知識 沒有第一時間來做一個處理 沒有在第一時間來處理 造成這麼大的傷亡的事件 造成這麼大的一個傷亡的事件 所以這是可以讓我們來做一個思考和感慨 可以做我們一個思考跟見解的地方 因為沒有地式 因為沒有知識 造成這麼大的傷亡 造成這麼大的傷亡 其實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知識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甚至對中國社會國家來說 對整個社會國家來說 其實都非常重要 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在二十多年前 企業的老闆提出知識經濟的一個論點 這就是我們現在真正出名的台積電的黨主席所說的 就是我們現在很出名的一個台積電的董事長所說的 所以中國現在這個世界 現在整個的一個社會 不是這個經濟的地式的經濟 不是只有知識經濟而已 甚至中國這個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這個戰爭 甚至國家與國家的戰爭 可能都牽涉到這個地式 可能都牽涉到知識 可能都牽涉到知識 所以為什麼我們國家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半導體這間公司變得很重要 所以這個知識能夠留在這個公司是多麼的重要 世界各國都要向他 要向他的商品 世界各國都需要他的商品 因為現在是一個地式的這個應用的這個時代 現在是一個知識應用的一個時代 無論是我們的這個家庭上面 無論是我們的這個生活所用的這個 這個這個環境上面 或者是生活環境所應用的上面 甚至我們用的這個車 甚至我們所駕駛的車輛 這個國家在戰爭的這個武器 國家戰爭的武器 其實都需要到這個東西 都需要這些東西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因為無地式地屬高這個別忘 沒有知識而至於滅亡 這個影響非常大 這個影響非常的大 小在個人和家庭 小自個人家庭 大自這個國家社會 大自國家社會 這個地式應用的這個站面是非常 這個看 知識所應用的層面非常的觀光 如果以我們個人來說 如果以照個人而說 因為如果沒有相關的這個地式 如果沒有一個相關的知識 譬如說這個東西你是不能吃的 這個東西不能夠吃 你因為不知道你來吃 因為不知道而吃了 地屬高你的這個身體 得到這個損壞 以至於你的身體受到的損壞 甚至嚴重的影響到你的這個生命 甚至嚴重的話會影響到你的生命 這個有時候很多是因為 你沒有這個 三觀的這個地式 這可能是因為你沒有相關的知識 所以這個地式 可能我們的生命是 色色三觀 許多的知識是跟我們的生命是 息息相關的 這影響的是 是個人 你家庭當中也是一樣 在家庭當中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地式 如果我們沒有知識 譬如這個家庭 可能也會因為這樣來這個失敗 家庭可能也會因此而失敗 你這個真言的十四章 在真言的十四章 真言十四章的這個第一節 真言十四章的第一節 真言十四章第一節 真言十四章第一節 這個經濟就有人說了 這個經濟告訴我們 這個經濟的婦人 智慧的婦人 來建立家世 建立家世 愚妄的婦人 愚妄的婦人 親手來拼拼 親手拆毀 以前小時候 以前小時候 不知道 有這種愚妄的婦人 怎麼會有這樣愚妄的婦人 這個家庭這樣來拼 都來拼拼了 把這個房屋給拆毀了 當然這說的不是 娘的這個建築物 當然他所指的 並不是硬體的建築物 是這個家庭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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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媽媽的這個角色 說起來 太太的這個角色 是非常重要 這個母親的角色 非常的重要 如果這個做太太做媽媽的 如果做太太做母親的 還是有這個 是一個有座位的這個婦人 是一個有智慧的婦人 可以當中這個家庭 這個料理就非常好吃 能夠把家庭料理得很好 先生非常愛這個太太 先生非常愛她 感覺這個家庭有非常溫暖 覺得家庭非常的溫暖 下班後就回到家 下班就回家 這個孩子也是一樣 孩子也是一樣 去上課之後 就快點回家 下課之後就回到家裡 因為這個家庭 有非常大的溫暖 因為家庭有非常大的溫暖 老母可以煮真的 米味的這個吃米 母親可以煮了很多美味的食物 讓孩子覺得 在這個家庭裡面 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完食 讓孩子覺得在家庭裡面 可以得到滿足 所以 座位的婦人人 智慧的婦人 是來建立家室 建立家室 但是這個 愚望的婦人人 愚望的婦人 就是無敵室的 就是沒有知識的 這個家庭好好有可樂 還是比你親手來聽話 這個家庭好好的 就被親手拆毀 每天跟先生吵吵鬧鬧 每天跟先生吵鬧鬧 所以先生覺得說這個家庭 真沒有這個溫暖 先生會覺得家庭沒有溫暖 下班後也沒想要回來 下班後就不想回家 這個 孩子覺得家庭 吵鬧鬧鬧 孩子覺得家庭 吵鬧鬧鬧鬧 下課也沒想要回來這個家庭 下課也不想要回家 所以就在外面溫暖 在外面溫暖 在外面溫暖 所以 原本可以是一個真正 好福的家庭 原本是一個和睦的家庭 可以是一個幸福美麥的家庭 是一個幸福美麥的家庭 如果 因為 這個人的這個縁故 如果因為一個人的緣故 整個家庭吵吵鬧鬧 整個家庭就吵吵鬧鬧 不會感覺溫暖 沒有溫暖 在這個家庭裡面沒有感覺愛 在家庭裡面沒有覺得愛 沒有人想要在這個家庭裡面 沒有人想要待在這個家庭裡面 所以這個家庭就四分五裂 這個家庭就四分五裂 所以 真言的二十一章 真言的二十一章 第九節 真言二十一章的第九節 真言二十一章第九節 真言二十一章第九節 本靈靈靠住在房頂的各省 沒有在看一看的房屋 和警察的夫人人長大 這個警察就這樣說 這個菁姐這邊說 感恩住在這個住頂的 沒有一個角落 寧可住在房頂上的一個角落 意思是說住的地方不是很好 意思是說住的地方不是很好 但是 也不想要住在很寬闊的一個房子裡面 也不想要住在很寬闊的一個房子裡面 這個千萬一萬的豪宅 住在千萬億萬的豪宅裡 結果是參政策的夫人人來做的地方 結果是與珍草的婦人同住 這種家庭比較有溫暖 這樣的家庭怎麼會有溫暖呢 所以這也是可以讓我們來做一個思考的這個所在 這也可以讓我們一個很好思考的地方 所以地色這是非常重要 知識非常的重要 這個地色地灰可以讓人有能力 智慧能夠使人有能力 真言的二十四章 真言的二十四章 真言二十四章 真言二十四章 第五節 真言二十四章的這個第五節 真言二十四章第五節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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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警察 就提前一段 这个金姐来提醒我们 说知识的人大有能力 智慧人大有人力 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 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 所以这个知识 知识这说起来是 我们应当要去看懂的 知识与智慧 是我们应该去看重的 所以这个英国的大文豪 英国的大文豪 培根他就这样说过 培根他这么说 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 所以我们看 尤其现金的社会 尤其是现金的社会 我刚刚有说 知识的经济是 像我经过的企业 知识经济是充满着整个企业 所以企业里面非常充足 在企业里面非常讲究 就是说你知道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就是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这就是一种的这个知识 这就是知识 社会非常地竞争 社会非常地竞争 这个东西我懂 这个东西我懂 这个东西你懂 我就比你更好有竞争力 我就比你更有竞争力 所以这个知识是让人有竞争力 知识使人有竞争力 知识的人大有人力 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 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清 这个知识的力量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清知识的力量 那没有知识 没有知识 这是不好的所在 是不好的 真言的十九章 真言十九章的第二节 真言十九章第二节 真言十九章的第二节 真言十九章第二节 心无知识的 哪有不先 脚部坚固的 难免犯罪 这个警察就难以说了 这个菁姐告诉我们 心无知识的 心无知识的 这样这是不好的所在 这是不好的 你脚部坚固的 脚部极快的 难免犯罪 难免犯罪 不知道但是你还要快去做 不知道却急着去做 这样人家说 这个责金是都犯了 人家说说 欲速者不达 所以你要做事来做这个好事 我们要将事情做得好 你应当知道要怎么做 就应该知道怎么做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做 你只是要冠军 要去做的时候 只是急着赶快去做的时候 有的时候 只是无法做事做这个好事 有的时候就无法将事情做好 所以我们要做任何这个事 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像我们勘扎就说 我们知道和不知道 这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知道与不知道 有很密切的关系 包括我们要来敬拜神 包括我们敬拜神 也是一样 敬拜神不是用到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的方式 敬拜神不是只有 按照自己认知的一个方式 我认为要怎么来敬拜神 我自己认为应该怎么敬拜神 你用到你的方式来敬拜神 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 我要引进来做信仲 我要认真的做圣工 用到我的方式来做圣工 用我自己的方式做圣工 如果你不是照着神的方式 如果不是照着神的方式 到底你是做神的圣工 到底是做神的圣工 还是他做你自己的工 是做自己的工 这也是特地我们来思考的所在 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传道书的这个第五章 传道书的第五章 第一节 传道书五章的第一节 传道书五章第一节 你到神的天要均信乞报 因为人前听 贏过无人骗着 因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 这个经济就提借我们 这个经济来提醒我们 我们到神的天 我们到神的天 要均信乞报 要谨慎脚步 因为近前听 贏过无人骗着 因为进前听 胜过愚昧人的陷阱 所以特地不是用到 我们个人的这个人体 绝对不是用个人的认知 是啊 按照神所反悔 要按照神的吩咐 所交代 所交代的 我们是不是有 尊教神的这个命令 反悔去走 有没有按照神的吩咐 命令来行 不是用到我个人的这个人体方式 不是用自己个人认知的一个方式 你的人体有可能是 不对啊 你的认知可能是错误的 虽然你很热心 虽然你很热心 要为主来做工 要为主来做工 结果如果你的人体是错误的 结果你的认知如果是错误的 走得越快 跑得越快 其实是离得越远了 其实是离得越远 就好像要跑马拉松 就好像要跑马拉松 我要来往一个重点 来出发 要往这个重点来出发 你方向如果抓不到 你这个方向如果 人要往东 人要往东 你结果你不是往东去 结果你不是往东 你往西边去 你虽然跑得很快 但是不好意思 你走得快是离目标越来越远 你跑得越快就是离目标越远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目标 抓不清楚 如果我们的目标没有抓清楚 我们这个人体如果是错误 认知如果是错误的 虽然你很热心 虽然是很热心 但是你方向东西错误的时候 但是方向如果错误的时候 走得快是离得越远了 跑得越快 反而是离得越远 所以这个保罗先给罗马的教会时 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 来讲到以色列的同胞 就讲到以色列的同胞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 罗马书第十章 第二节 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 我可以证明 他们向神有的心 但不是按照金帝式 这个警察 保罗就讲到 这个金姐保罗说到 保罗来讲到 他的一个同胞 保罗说到他的同胞 有一些就像过去的意义 就好像过去的他一样 过去保罗还没有蒙主来竞算的时候 保罗还没有蒙检选的时候 他也是为了他所服事的神大发热心 他也是为了他所服事的神大发热心 他将信仰所有都来来来来来 送他公会去 他就是将信耶稣的信徒都抓到公会去 他是怎样 这个善良的信 为什么他这么的热心 因为他认为他所做的是对的 因为他认为他所做的是对的 所以当方向错误的时候 当方向错误的时候 你虽然所做的是非常地心 虽然他所做的事情非常地热心 但是不是照着真知识 但不是照着真知识 所做的这都是不对的 所做的都是错的 所以这个地识的重要性就可见一般 这个知识的重要性可见一般 知识从何而来 当然地识就是对神以来 知识是从神而来 我们来看今言的第一章 请看真言的第一章 真言第一章 第七节 真言第一章的第七节 真言第一章第七节 经纬也好是地色的开端 有望人描述地匪和混合 这个经纪就这样便利用 这个经纪来勉励我们 经纬是地色的开端 经纬是知识的开端 所以这个看重地色的人 一个看重知识的人 他是知道如何来经纪神的 他知道如何来经纪神 这个不知道如何来经纪神的人 一个不知道经纪神的人 表面上他很有学问 但是那种的这个知识 其实他的这样的知识 其实像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那种世上的知识 他这样世上的知识 其实是让人自高自大 是让人自高自大 真正可以来认罚神 真正的认识神 那种的这个知识 这样的知识 其实是让人可以信服的 其实是可以让人信服的 是一种的一个地匪 是一种智慧 所以今年的第二章 真言的第二章 真言第二章的第六节 第二章第六节 真言第二章的第六节 真言第二章第六节 说因为要法是人地悔地悉 加聪明 都是对他的处理出 我们又看这个第十节 再看第十节 地悔这些热烈心 烈灵爱意地悉为美 这个经济就提醒了 这个经济提醒我们 我们应当来敬畏神 我们应当敬畏神 得以来认识神 因为这个神是人地悔 因为神是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也是都对以来 知识和聪明 也是从他而来 所以这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一个认识神的人 知道来看懂这个地悉 知道看重知识 真正的这个地悉是对神以来 真正的知识是从神而来 所以神的这个佛林 所以神的仆人 嘴中应当存到这个地悉 心中应该要存着知识 口中 口中也要存着知识 将神的这个地悉来教训百姓 将神的知识来教训百姓 让百姓得到来自于神的这个地悉 是百姓得到来自于神的知识 所以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二章 在马拉基书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 祭司的取来当存地悉 人也当对口中顺畜的法 因为它是万军压法的数借 这个经济就提借了 这个经济来提醒我们 祭司的这个取来 祭司的嘴里 要存着知识 当然祭司也是要付着 来教导神的百姓 祭司也要负责教导神的百姓 所以一般都说 下半段说 人应当对祭司的这个口中来顺畜 就有这个律法 人应该从祭司的口中来寻求律法 所以神借到祢的这个博人 神借着祂的仆人 将祂的这个戒命律力 将祂的诫命律力 来这个教训百姓 来教训百姓 所以神的这个博人 神的仆人 要了解神的这个道理 要了解神的道理 然后将神的这个道理 来 免得教训百姓 然后将神的道理来教训 免利百姓 让百姓知道 神是专业来 这个教训我们 让百姓知道 神是如何教训我们 当然我们兄弟之外 当然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也可以接到基督 能够借着祷告 来来讀圣经神的卫义 来读圣经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都是 都是坤准的一个祭司 因为我们都是坤准的祭司 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 有所来追求 所以我们也要有所地追求 但是这个是这个博人 但是神的仆人 经应当 用神的这个卫义 来这个 勉励 更应当用神的话语来勉励 人看传道书的十二章 请看传道书的十二章 传道书十二章 传道书十二章 第九节 传道书十二章 第九节 传道书十二章第九节 在这传道书因为有地匪 那种地式 九分正人 他还没生 他还科学 他还顶遂 这个经济 就提醒了 这个经济就提醒我们 传道者因为有地匪 传道者因为有智慧 所以从这个地式来 九分正人 将知识教训众人 又没生 又来扣察 又默想又考察 又来顶遂加这 这些经验 又承说许多真言 所以我们每一个 兄弟姐妹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也可以用 圣经神的这个伪议 来做这个 对求 用圣经神的话语来追求 所以这个 要来讲出神的这个道理 要说出神的道理 那是这个 传道人可以说 不是只有传道者可以说 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只要对神的领受 只要从神领受 我们也可以将神的这个信仰 和兄弟姐妹来分享 能够将神的圣言 可以让兄弟姐妹来得到祖旧 能够使弟兄姐妹得到祖旧 我们也可以是神的传道人 我们都是神的传道者 传神的道理 传神的道理 都是传道人 就是传道人 不是 如果反正说 这个专这个也是传道人 不是只有限定专职的 才是传道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当 要这样来 做一个对求 所以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做这样的追求 但是对我们 是有特地的帮助 这是对我们有绝对的帮助 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尤其是这个社会当中 加这个诈骗的事件 有许多诈骗的事件 如果我们没有 这个胸东的地狮 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知识 有时候我们的爱心 也可能被人来勾用 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心 也会被人来利用 所以保罗撒配 这个福利比的教会时 保罗写信给 菲利比的教会 就这样来勉励 就这样子的勉励 我们来看 菲利比书的第一章 我们请看 菲利比书的第一章 菲利比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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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第十十 第九节第十节 菲利比书第一章 菲利比书第一章 第九十第九节 我所记得的就是 爱你们的爱心 在地设和国有建设上 这里有座 让你们可以分别是非 做生殖母国的人 得到基督的意志 这个经济就这样 免得烂 这个菁姐勉励我们 保罗说他所祷告的 就是信者爱他们的爱心 就是信徒爱他们的爱心 在地设和建设 在知识和建设上 多有又多 所以我们的爱心付出 我们的爱心付出 是要建立在地设和建设上面 只要建立在知识和建设上 我们不能没有爱心 我们不能够没有爱心 但是社会诈骗的事件 但是社会诈骗的事件这么多 如果我们的爱心 没有建立在知识和建设上 如果我们的爱心 没有建立在知识和建设上 有可能我们的爱心 就比人家互用 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心 就被人家误用 不该帮助的 你去来帮助他 不该帮助的 你帮助他 你好心情说 你真有爱心来帮助他 就好像你很有爱心的帮助他 结果他是不应当帮助的 结果他是不应当帮助的 他不应当帮助你却帮助他 他不应当帮助你却帮助他 这样说得不应当帮助他 就叫做助作为念 这样讲难听就是助作为念 如果他是需要帮助的 如果他是需要帮助的 你放弃了灵敏的心 你却放弃了灵敏的心 当然我们是不对 当然是我们不对 我们不能建设不求 我们不能够建设不就 所以我们的爱心 要在地式和建设上面来增多 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建设上增多 让我们能够分别是非 让我们能够分别是非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对的我们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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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我们不要被欺骗 不对的我们就不要被欺骗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地式上面 要来了解这个所在 这也是我们在知识上 需要了解的地方 尤其你地式上面的这个运用 在知识上的运用 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地方 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地方 所以地式这个运用的这个座面 知识运用的层面 讲起来是非常的看 非常的宽阔 包括你夫妻上面的这个三书 也是同样的 包括在夫妻的相处上也是一样 你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在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 这教导 这个做王室的应当 这个专业 这边教导做丈夫的应当怎么做 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 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精力 加资助当大 因为他比你两者 自己一同生修世命是他们的 所以要竟动他 这样便救你们的基督 无阻碍 这个经济就提前书 这个金姐提醒我们 说我们做丈夫的 要按精力加资助当大 我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这个情理选拟的叫做 情理的小智原文做知识 做丈夫的按着知识 做丈夫的按着知识 要跟妻子同住 这个 神所配合的人是不能分开的 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 夫妻既然是一体 夫妻既然是一体的 当然就是要做会来当大 就应该要同住 对于有特别的原因 除非有特别的原因 要专心祈祷 要专心地祷告 像主要所所说的 就好像主要所说的 是特别的原因 是特别的原因 不然也不能不来当房 所以就不能够不同房 所以夫妻是一体的 夫妻是一体的 尤其男女有不一样的地方 尤其是男女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切住在这个肉体上面 其实在肉体上 当然她有跟软正的这个地方 她有比较软弱的地方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做丈夫的 是要来竞重她 要敬重她 其实男女有不同的地方 其实男女有不同的地方 做太太也是要敬重自己的这个丈夫 做太太也要敬重自己的丈夫 所以我们是要 互相的一个敬重 要互相的敬重 所以这人说要按着地式 这边说要按着姿势 如果我们没有地式 如果我们没有姿势 她人就去不舒服了 她的身体就不舒服了 你又不能来体谅她 你又不能够体谅她 所以这个地式 说起来就非常重要 这个姿势就非常的重要 人家说啊 这个不是牙齿痛过的人 没有牙齿痛过的人 都不知道牙齿痛的难过 都不知道牙齿痛的难过 你说牙齿痛的怎么会痛 牙齿这么坚硬怎么会痛呢 当然这就是你不了解 当然是因为你不了解 牙齿痛当然不会痛 牙齿硬当然不会痛 但是那是在里面的神经去痛 其实是里面的神经在痛 神经去痛的时候 痛到有的人都痛不住 神经痛起来的时候 让人家忍受不住 所以这都是这个地式 我们应当要来了解这个所在 这是应该让人家了解的地方 所以如果因为无地 如果因为无知 有当时自身收敌 这个个人生命的失踪 造成个人生命的一个损失 有当时跟这个 这个严重的经过家庭来破裂 有的更严重的是家庭的破裂 在睁眼的第六章第七章 睁眼的第六章第七章 睁眼的第六章第七章 这也是这样来提醒我们 这边也提醒我们 睁眼第六章 睁眼第六章 三十二章 三十二节 睁眼六章的三十二章 睁眼六章三十二节 睁眼这件事 行着事的 在家送掉生命 必定上吊生命 所以我们不要去做出 一些无地的行动 我们不要做出无知的行动 不要做出无地的行为 不要做出无知的行为 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在睁眼的第七章 在睁眼第七章 第六章到二十三章 在第六节到十三节 睁眼的作者 他观察到 睁眼的作者他观察 说以巴黎的 对房间的棠面里面 他从他房内的窗户 向我来观看 来向外观看 说近一个无门的人 见到一个愚昧人 这个少年人 一个愚昧的少年人 分明是一个无地的少年人 分明是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对街上来走过 从街上经过 走进淫妇的上口 来通往他家的路去 在黄昏晚上或半夜 看到这个妇人来行接他 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 是妓女的打扮 有诡诈的心思 这个妇人善良不受 这个约束 这个妇人善良不守约束 在家里停留不住 有时候在街市上 有时候在宽阔处 有时候在街市上 有时候在宽阔处 有时候在相逢 有时候在相逢 居住那个少年人跟他没亲嘴啦 拿住少年人来跟他亲嘴 面不建设的就来对他说啦 脸无羞耻地对他说 平安坐在我家啦 平安坐在我这里 今天跟行列我所下官的 今日才还得我所许的愿 所以我出来来迎接你啦 所以我出来迎接你 睡觉来求见你的面啦 恳切求见你的面 刚刚好来尝到你啦 恰巧遇见你 我已经用修的汤纳来 跟这个爱奇的这个 第一个这个 灰纹来 破了我的门城啦 已经用秀花坦子和阿吉的 师县来支了他的门床 我也用这个抹料 点香啊 这个鬼皮啊 来分了我的这个 秤塔啦 由于莫药 沉香 你来啊 我们可以来这个 保详爱情啦 我们可以保详爱情 直到早上 我们可以来逼此 这个亲爱欢乐 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 因为我的丈夫没来出来啦 因为我的丈夫是在家里 他这个出门啊 惊愿路啦 他出家门行远路 手提到这个银铁铁啦 他手里拿着银铃 到这个十五个都回来啦 到十五号才会能够回家 所以咱有这么多这个时间啦 有许多的时间 淫妇用这这个 咖喻的来的这个 柚子义 淫妇用许多的草原来 用天明的这个锤 来批他重去 蚕麦的嘴 比他同心 少年人随时来拯队 少年人立刻跟随他 你先把四个都回来 像牛王宰杀之地 就很清楚 鼓子乱的人 带着宿仁去受刑 就好像渝美人 戴着锁链去受刑 就像这个日落 看牠的光一樣 整劍射穿牠的肝 像這個刺繳日美這個網羅 就好像雀鳥極露網羅 卻不知道自己是自喪幾命 卻不知道自己是自喪幾命 所以這就講到這種目的嚴重性 這邊講到無知的重要性 你好像你知我知 不然別人知道 好像你知我知沒有別人知道 好清楚我去探到 好像我是賺到的 好竟然有人要主動投懷送抱 居然有人自動的投懷送抱 好清楚你得到很好的一種禮物 好像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其實這是自喪幾命 其實是自喪幾命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知識 其實如果我們沒有知識 沒有真正的知識 沒有真正的知識 沒有對神來的地悔 沒有從神來的智慧 我們有可能 無論是在我們的個人 或是在家庭 可能在我們的個人 或者是家庭當中 甚至影響到 這個經過社會國家 甚至影響到整個國家生 所以這個地識 講起來是非常重要 知識是非常的重要 那無地 如果因為無知 四行的害到自己 小則影響到自己 大人的害到到百人 大則影響到別人 這不可以說是不嚴重 可以說是非常的嚴重 所以這是可以讓我們來做 有所謂的地方 做我們互相勉勵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無知識來賣亡 我們不要因為沒有知識而滅亡 求神可以來修飾我們地悔 求神賞識我們智慧 在我們人生所行的路上 都可以求神來修飾我們地悔 求神能夠賞識我們智慧 讓我們所做的都可以得望神的喜 讓我們所做的能夠得望神的喜悦 我們會保一雙祖 好 晚上 下午一時為敏禮 再來請詩 一起唱詩 一百四十五首 一百四十五首